黄毅增用一句话评价黄毅清,一针见血,至今看来都说到点上了,众所周知,天天在网上化身正义斗士,自称娱乐圈纪委的黄毅前夫黄毅清,今天因为贩卖毒品被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当庭宣判有期徒刑15年,剥夺政治权利3年,罚款5万元,黄毅和黄毅清离婚后就彻底撕破脸皮,多次掀起对骂,为了争夺女儿抚养权闹得很难看, 同时也令黄毅的事业已落千丈,感情上黄毅虽然历经波折,但好在如今黄毅事业在逐步发展,与女儿生活也十分幸福,风波已慢慢平息,生活重回稳定,如今打开手机新闻娱乐端几乎很多新闻都与黄毅清有关,而且每篇文章下面都有很多评论,大部分的内容都与黄毅清有关,批评黄毅清的也很多,恨其怒其不争的有志,在黄毅清宣判那一刻, 不到几个小时的时间评论究竟晚,大家也是好奇,黄毅清平时是个什么性格的人呢? 曾经,黄毅做各谋活动,在接受采访时,记者也是问黄毅如何评价黄毅清室。